独王何鸿燊离开人世后 何家的现状成了销声匿迹 的大房后代何超穷与四房梁安琪重归于好 三房陈婉珍低调不露面 除了原配李婉华的子女暗淡无光 其余三房的子女都似乎凝成了一股绳 是以何超穷为领头羊 带着一群年轻的小辈继续闯荡江湖 为何家的未来努力奋斗着 二房的蓝琼英去世后 独王就剩两位太太 三房的陈婉珍 四房的梁安琪 梁安琪以商业女强人的姿态 经常曝光于媒体前 反倒是三房的陈婉珍一如既往的低调 近日香港的一家理疗店晒出了陈婉珍的近况 71岁的她在小女儿和超莲的陪伴下 坚持做着物理理疗 陈婉珍早已成为了这家店的常客 当日陈婉珍穿着一件价值10880元的酒红色卫衣 黑色的牛仔裤 鞋子和鸭舌帽 71岁的她穿着上万元的卫衣 架子看起来有些宽 反倒是腿部很是纤细 属于苹果形的身材 此时的陈婉珍 退去了参加重要活动时的奢华感 穿着打扮十分休闲 毕竟上了年纪 主要以舒服为主 但陈婉珍毕竟是赌王的女人 她陪伴何鸿燊那么些年 身上自带气质 知书达理是需要一朝一夕去堆积的 并非一决而就 陈婉珍的休闲打扮是很简灵的 但陈婉珍少了何鸿燊的陪伴 的确苍老了不少 因为要做普拉提运动理疗 所以陈婉珍并没有化妆 素颜出镜的她 眼角的皱纹 脖子上的颈纹 都是很明显的 女人上了年纪有皱纹 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陈婉珍能保持着皮肤白皙且光滑 已经比同龄人年轻了不少 这次理疗她的气色还是比较好的 上个月清明 带着子女们为何鸿燊扫墓的时候 陈婉珍的状态 憔悴得令人心疼 稀疏的头发 无光的眼神 独物私人的同时 陈婉珍很是悲伤 何超莲算是三个孩子中 最为贴心的那个了 她时时刻刻 关注着母亲的一言一行 在妈妈亮亮呛呛的时候 是她及时搀扶 陈婉珍虽然穿着是很普通简约的 但属于她的贵气从未消失 她手上的镯子 手表 都是阔态的象征 记得在何超莲去年结婚的典礼上 何超莲的母亲 陈婉珍与窦霄的母亲 站在一起 单从气质上一看 便知阔态于普通人 何超莲虽然与窦霄成婚一年多的时间 但除了忙工作之外 何超莲只要有空 就会陪着陈婉珍做礼疗 这次陈婉珍的礼疗 何超莲也有 在其左右 32岁的她 与母亲一样 都穿得很运动 她穿了一件灰色的长款卫衣 鸭舌帽 修身的瑜伽裤 与店内的美女一同合照 亲切无比 对于陈婉珍而言 她这一生是很精彩的 从当初原配的护工 一路走到现在 拥有了安稳奢华的生活 该有多么的幸运 但豪门自古都是牢笼 不幸也只有陈婉珍 最能理解与明白 如今三个子女都已长大 她不像四方梁安琪 那么有野心 一心只愿过好低调 且相安无事的后半生罢了 知名香港理疗师 Gordon在社交网更新一则动态 复文写道 何超莲的妈妈 也是我们物理治疗诊所的常客 并分享两张现场合影照 以作留念 原来21日这天 恰逢周末假期 何超莲特意抽空陪着妈妈陈婉珍 赌王三太 前去中环做礼疗 孝顺至极 曝光照片中 只见上月初 刚迎来71岁生日的三太陈婉珍 身穿一件暗红色脸帽卫衣 搭黑色休闲裤 头戴一柄CAP帽 面色欠佳 勉强挤出笑容 与治疗师同框合影 一向接地气的三太 虽说打扮看起来 朴素 但其实不然 单是上身这件巴黎世家卫衣 就超过万元 事实上 三太陈婉珍出镜率并不算高 本月4月4日 即 清明节 那天 他曾率领西夏两女义子 何超云 何超莲 何有起 前去为已故堵王扫墓祭奠 彼时三太腿脚不便 需两位庸人搀扶前行 后来 澳门饭思者酒店开业 四太梁安琪与二房成员接到齐 独缺陈婉珍 步入古西之年的三太陈婉珍 随着年龄的递增 身体也是小毛病不断 好在她是专业医护出身 更懂得养生 故而时常去香港中环做物理治疗 提高免疫力 恢复关节肌肉 值得一提的是 今次三太并非支身一人前来 而是由孝顺的龙凤胎女儿何超莲陪同 后者亦有出镜 何超莲 身穿米灰色莲帽卫衣 搭黑色鲨鱼裤的何超莲 尽管宿面朝天 且戴着棒球帽 但微笑亲和力十足 不愧违 独王最亮千金 称号 两天前二十 何超莲还在宝岛悬职考察 准备开设牛肉面分店 如今却都已返岗陪伴在母亲身旁 如此贴心孝顺 难怪能当 三房发言人 在宝岛逗留期间 何超莲免不了被台媒追问 婚变传闻 她一时正面予以否认并透露 每天都会和窦霄视频通话 中间也有见面 只是你们没拍到 被问及是否 生子奖励一亿 何超莲则称 甚其自然 目前暂未有生小孩计划 窦霄在内地忙于拍戏 她要创业做牛肉面生意 据悉 现年71岁赌亡三亿太陈婉珍 除了何超莲这位女儿之外 还有一位长女何超云 及儿子何有起 前者与演员陈山聪分手后 宴上一名消防队长 Douglas 两人已认定 彼此订过婚 至于儿子何有起 虽说与内地模特其交 婚姻破裂 但又转身于小21岁 Alice中亚婷拍拖 现如今 三名子女皆已成家立业 三太陈婉珍 义乐想清闲 住在价值十亿的 布丽镜五号大宅 想凑孙之乐 何旭灵 何旭心 娱乐圈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光鲜亮丽吗 在这个名利场里 真情往往比金钱更加珍贵 何超莲不惧 富二代 标签的束缚 以实际行动 展现对母亲的孝心 给所有人上了一课 其实 这并非何超莲 第一次陪同母亲三太陈婉珍就医 据悉 4月21日 何超莲携母亲 前往中环一家知名理疗馆 进行理疗 当天 三太陈婉珍 身着价值上万元的卫衣现身 虽然装扮朴素 却难掩大家风范 而女儿何超莲 则全程贴心陪伴 与母亲有说有笑 感情十分要好 从早前的种种迹象来看 陈婉珍虽然年事已高 但一直注重保养身体 她常常现身理疗馆 对自己的健康可畏 下血本 由此也能窥见 何家低调奢华的生活方式 细想何超莲 不遗余力照顾母亲的背后 是一个重视亲情的 富二代 形象悦然直上 在娱乐圈浮华喧嚣的表象下 仍有不少明星愿意付出时间陪伴家人 何超莲作为 躲亡何鸿燊家族的成员 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一个 她虽然出身豪门 但从不炫富百阔 反而以一颗赤城孝心 温暖了无数人 无论是在社交平台 晒出与母亲的合影 还是现身医院照料母亲 都彰显出何超莲 谦逊低调的品质 与此同时 她在事业上也颇有斩获 在娱乐圈这个大染缸里 何超莲凭借自身实力 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一边是事业的蒸蒸日上 一边是对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 这种双线并行的生活状态 不禁令人钦佩 其实 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在娱乐圈也从未缺席 一直以来 圈内不乏孝子孝女的典范 他们对父母的悉心照料 常常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 不过 鼻者以为何超莲的 孝不仅仅体现在 陪伴母亲就医这一件事上 早在几年前 何超莲就曾公开表示 自己最大的奢侈 就是能陪伴家人 在清明节期间 何超莲也会和母亲 及兄弟姐妹一同扫墓 缅怀仙人 种种迹象表明 在这个家庭里 笑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而是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 反观娱乐圈的其他 新二代 不少人因为奢靡腐败的生活方式 而饱受诟病 何超莲以身作则 用行动为他们树立了榜样 由此 我们也能管中亏报般了解到 何鸿燊家族的生活状态 尽管家底殷实 却从不铺张浪费 陈婉珍虽然住在亿万豪宅里 生活却相当节俭 除了必要的宝剑 鲜少践踏挥霍无度 可以说 和家上下都保持着一种低调 务实而又不失格调的作风 这种生活态度 与其说是个人风格 不如说是几代人传承下来的家风 反观另一些豪门的后辈 或单于声色全马 或眼高手低不学无术 无意不是败家的先兆 何超连以实际行动告诉世人 富不能交 贵不能交的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 在陪伴母亲的同时 何超连的事业和感情 也备受关注 近期 她在宝岛考察期间 否认了与男友斗消的婚变传闻 称两人时常保持视频通话 感情稳定 作为圈内炙手可热的女星 何超连没有陷入过任何绯闻漩涡 这本身就十分不易 无论感情状态如何 我们都应该给予她最基本的尊重和祝福 不过话说回来 在感情的道路上 也许每个人都难免经历一些波折 真爱需要时间的检验 也需要双方的用心维系 对于何超连来说 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同样重要 希望她能够在本已拥有的基础上 为自己的人生谱写更加精彩的篇章 这件事情很快就在网上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有网友认为 在拜金盛行的娱乐圈 能有何超连这样孝顺的女儿实属难得 由此可见何家的家教甚言 也有网友认为 塑造 校女形象不过是明星及其团队的公关手段 未必可信 还有网友认为 与其揣测何超连的动机 不如学习她善待家人 追求事业与爱情平衡的生活态度 综上所述 何超连陪母亲看病只是一个缩影 折射出何家低调 重亲情的一面 在富贵人家 最宝贵的从来不是金钱 而是一颗赤子之心 纵观古今中外 无数豪门最终败于奢靡 又或是在家族内斗中分崩离析 反观何超连一家 虽然也难免有是非争议 但在大是大非面前 一家人始终坚守本心 又爱化解隔阂 正可谓金玉其外 败蓄其中 当然 何超连并非完人 他在事业和感情上 难免也会遇到困惑和挫折 作为旁观者 我们不妨少一些猜忌和指摘 多一些理解和支持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 无论出身如何 都值得被祝福 让我们携手 营造一个包容 友善的社会环境 给每一个孝子孝女的善举 点赞 给每一个向上向善的人鼓劲 让爱和温暖漫步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